投錯了票就得上街頭 然而上街頭的 卻是我們這群投對票的人 為何投對票還是得上街頭 3萬人在21號晚間包圍立法院 對院內正在上演的 藍白硬床法案高聲怒吼 深夜的立法院外集結3萬人 從青島東路蔓延到中山南路 頗為壯觀 回顧10年前318太陽花懸遇 從200多位學生衝入立院議場 拉開序幕 場外民眾才迅速集結 最初也只有幾千人 如今透過網路多個社群平台 第二次就有3萬人到場抗議 我們今天晚上 我們會有個會議 來去討論說 我們週五的活動 至少是3萬人起跳 所以相關的我們設備 印尼設施 還有我們的工作人員 都要去做一個 很大程度的一個調整 我們現在也在做 更多的文宣上面的一個調整 民團號召 希望週五能聚集更多人 用民意立足 國會改革無法三讀 希望立院回歸正軌 讓我們的國家 這個過程很痛 再走倒對 再走倒對 他就算再怎麼爛 他也要經過程序委員會的審查 但他連這個步驟都沒有做 場外民眾 譏諷藍白立委 宴唱會都要實名制了 為何國民黨修法不用 有女子寫下 老公在家替我守護孩子 我在這替你們守護國家 有人高舉中共 既有藍白侵略民主台灣 聯帝創辦人曹新成也到場打氣 立院外的群像 共識是反對黑箱 十年前的太陽花改變了歷史 這次會不會立委逼民反 開出太陽花2.0 35皇军反抗場 台北 什麼的 無二一下班下課 立院外集合 公民團體登高一湖 圈台學生南北串聯 有動物政治學生告假 這堂都會土地政策 要到青島東路街頭學習 教授大方回應 當然沒問題 我也走不進去了 徐世榮自己也去了現場 鼓勵大家在安全範圍內上街頭學更多 也有教授告訴學生 無二一當天不點名 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館中 想要更直言要去就去免報告 保持關注但是不會到現場去 十個以內啊 但是其實蠻短還是蠻多的 關心政治的方式有很多種 未必是要親身到現場 只要關注政治的事情其實就夠了 我覺得 創新的方式去引導學生學習吧 就是讓學生多體驗民主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去 不能北上參與的年輕人 透過網路號召在高雄五福商圈 台中火車鎮前手持標語 沒有討論不是民主表達訴求 我們其實不會覺得 這個是一種亂象 這個就是一個滿足的表達 因為沒辦法親自到青島東路上面 那我們希望在高雄 我們在我們的家鄉 也讓房子出場去 讓他們知道說這裡也有人 支持他們的訴求 藍白強硬推國會改革法案 卻惡搞程序 更遑論與社會溝通 效應已經在大學校園發酵 有不少教授大方開放 街頭這堂課 如果沖堂就去吧 三水黃魚反抗從台北 怎麼的